我們很快來看一下幫你複習一下3C 因為原則上呢 這個都是國中完全整套都學過的東西 那講白一點3C就是國中的什麼呢 運動學 國中的運動學 好不好 那我們很快的來幫大家review一下 從什麼都會開始review呢 從所謂的位置 位移還有路徑場開始說起 來很快的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舉個例子 假設這個是呢 竹圍站 竹圍station 每天都聽到這句話 聽到不想聽 然後這邊是DWHS 竹圍I school 可以嗎 然後呢 一定很多人跟老師一樣坐捷運來 然後大家有竹圍站的時候 不知道想辦法來學校 那我們有幾種方式可以來 你知道嗎 你有坐公車 坐騎腳踏車上 接騎腳踏車上來 或者是坐捷運 捷運有開到學校嗎 沒有吧 先說從捷運站到學校 你要怎麼來喔 對不對 基程車 走路 但是怎麼樣呢 會最快 基程車最快嗎 錯 我告訴你 找超人帶你來最快 為什麼 因為超人就會說 走吧 我們直接飛過去 就會走 直線有沒有 他就會開始搜尋 好 在這邊 直線飛過去 對不對 好 所以這段直線呢 一定是什麼呢 最短的路徑 直大一點 好 直大一點 沒關係 因為現在這大概不是重點 好 我們大概會再大一點 好 所以最短路徑 所以如果我說呢 這個一開始的位置叫X1 這個位置叫X2的話 好 我們就可以先定義一個東西了 什麼東西呢 這個東西叫做位移 所以我的位移呢 可以寫說什麼 我可以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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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趕快喔 那位移的定義是什麼呢 我們直接講 好不好 位移的定義呢 就是呢 齁 由起點 指向終點 到什麼 直線距離 齁 這個X1呢 是我的起點 這個X就是我的終點 好 從起點 指向終點的直線距離 所以為什麼有一個指向這兩個字呢 代表說 位移它是要不要考慮方向性的 要喔 位移是要考慮方向性的 考慮方向性的 考慮方向性的東西呢 叫做向量 我要在上面呢 幫它帶一個 像這樣子的一個毛子 來告訴大家 它是向量 好不好 好 那我現在知道它的意義 我知道這個說明了 可是我們在這個 這個物理的這個處理上面 我要怎麼來劣勢呢 來小心了 我們的劣勢要為什麼呢 墨位置 的座標 剪掉出位置的座標 好不好 好 我們需要墨位置的座標 剪掉出位置的座標 這就是所謂的位移 好 可是呢 同學 有的時候 我們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搭超人的電車啊 好 那像老師很可憐啊 超人不喜歡我 他從來都沒有載過我 所以我只能自己騎腳踏車上來 所以是不是就很坎坷 好 是不是就很可憐 對不對 然後每次從那個安老鼠上面騎上來的時候呢 後面有摩托車的話 就會 從我旁邊 呼嚇而過 嗯 他很兇的樣子 這樣 我就不可憐 很落寞在那邊 在那邊踩腳踏車這樣子 好 所以 我們講到綠色這一條呢 是老師上山的這個 這個 這個這個路徑 好 那請問你呢 老師這樣一路走上來 一路騎上來 到底騎了多長的距離呢 那是不是就要在老師上面 這個腳踏車上面 直接安裝一個什麼 那個那個什麼什麼 紀錄器嘛 好 就可以紀錄我到底走了多遠的距離 好 那我把這些距離呢 全部加重起來的重 長度 就叫做什麼 你知道嗎 就叫做路徑長 好不好 這就是路徑長 好 這就是路徑長 那我的位移在哪裡 這是我的位移 所以我的路徑長呢 一是什麼 請問你我的路徑長啊 要不要考慮方向計 不用吧 即便你轉了個彎 好 即便你的路呢 是彎彎曲曲的 你的紀錄器呢 它只會紀錄你呢 到底走了多遠的距離 對不對 不管你的這個路是指的是彎的 它都會全部紀錄下來 好不好 好 這是路徑長的概念 好 那我現在要直接講 我們如何從路徑長去推廣出 速度跟速率的概念呢 大家國小老師說我教過你 每件事情 來我要加速喔 聚精會神喔 速度等於 速度等於 距離出於什麼 距離出於時間會變成什麼 欸這個國小都學過嘛 欸問題是喔 我這邊有兩個東西喔 這兩個人所代表的精神呢 是不是都是一段長度的感覺 都是一段距離的感覺 都是一段距離的感覺 所以我把它偷偷來 處理我的 所謂的 整個過程的 運動時間的話 假設我整個過程呢 經過了DataT秒 好 它就可以變身成什麼 那種學 請看 我們要 處理DataT 我把我的位移 處理DataT 電視上就可以講什麼 位移 處理DataT 對不對 一樣的 我把路徑場 把路徑場處理DataT 好 那總而言之呢 反正你都是用距離來處理時間嘛 你得到的概念一定是什麼呢 速度 或是速什麼挖勾的 反正都是速什麼嘛 速度 一定是B 好不好 來位移處理時間 得到的是什麼 國中學過吧 速度 位移處理時間 得到的那個速度 所以我們要在B的 留下來寫人度 可以嗎 那速度呢 它也會是相量 為什麼 位移是相量 你速度自然也會是相量 然後呢 你把路徑場處理時間 就會變成什麼呢 是速率 因為路徑場是存量 它不具方向性 所以數據自然也不具方向性 可以嗎 好同學 那接著再來問你一個觀念 請你看這個 我問你 有眼睛的人都知道 都知道什麼呢 請問你幫老師看一下 現在啊 好 有兩個 路徑 一個是L 一個是DataX 請問你看著這個圖 哪一個比較長 就此圖圓呢 位移 寫大一點 路徑場跟位移 它的那個圖 誰比較長 誰的總長度比較長 擺明是路徑場比較長 對不對 好 為什麼呢 老師不是說廢話嗎 我這個整個一定比較長啊 小學生都知道 那我有沒有什麼情況之下 我的路徑場跟位移呢 是會等價的 會一樣的 在什麼條件之下 直線啊 直線啊 有這麼簡單 單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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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名詞不錯 好 但是呢 我們要說 我們等它會成立 成立在什麼時候呢 同學 我幫老師寫幾個字 成立在所謂的 直線不往返運動 直線不折返或不往返都可以 只要我的運動呢 是走直線 它不折返 只要我的路徑場跟位移 一定會相對 什麼意思 什麼叫直線不折返運動 我示範一次 就是我向前走 而且我 永遠都不回頭 請問你 我是不是走直線 請問你 我現在路徑場跟位移 是跟我們是同一件事情 是不是 因為現在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還會有所謂的兩個不同的軌跡嗎 只剩下什麼呢 就只剩下同一條直線了 那你自然的位於一個路徑場的這個量值呢 畢竟是一樣的 畢竟是一樣的 好不好 它同理可得 同理可得什麼呢 數學老師告訴我們 這是一個不等式 不等式呢 在處理的時候呢 你可以先偷偷的把它當作等 好 那我現在想要把等號兩邊呢 投出一個什麼 時間 投出一個時間 同學 請問你 那我的這個不等號 還會成立嗎 國中都學過了吧 會不會成立 同學 會不會變號 需不需要變號 不用喔 為什麼 因為你處理的這個叫做時間 時間 有不可能是負的 不可能喔 所以你知道 除的不是負的呢 你的不等號就會依舊成立 不等號就會依舊成立 好 男哥 你也很明確的知道 欸這不就是誰呢 這個不就是所謂的速率嗎 這個是誰 這個就是速度嗎 所以你會發現 我的速率呢 原則上也會大於速度 原則上也會大於速度 齁 什麼意思 我對同一個物體 的整個運動機制而言呢 他的速率原則上是大於速度的 馬上速率原則上是大於速度的 可是你等到什麼時候會成立 同學 我告訴你一樣 同一個條件 同一個條件 因為速率是路律常來的嗎 速度是位移來的嗎 OK 你等到要成立的 當然就是你的路律常都位移要等到成立嘛 那條例就是自行負責運動 OK 繼續 好在 講到速度了 自然呢 我們就會想要知道 比如說我們在大堆接聽 我們希望自己怎樣 跑快一點 對不對 那跑快一點的話 通常要怎麼做 你要分兩種 反正是短跑或長跑 如果是短跑的話 你要練的是爆發力 如果是長跑的話 你要練的是肌耐力 對不對 反正比如說我們以百米為例 像老師之前去測百米 大概是十秒鐘的這個時間 十年前的紀錄 十年前的紀錄 蛤 也許是 好像在夢中有發 有經過 有兩種這個結果 好不好 少廢話 所以呢 我要讓自己跑得更快 我的爆發力要強 爆發力要強 要去加強你的大腿 跟小腿的肌肉 的這個強度 所以在起跑的這個瞬間 你會 會速度怎樣 加的很快 所以呢 就是讓你的指頭心會很大 加速度 加速度 原則上是來幹嘛的 還幫助我們的 有加速度才可以讓我們越來越快 OK 所以我們要討論一下 加速度的定義 加速度的定義 好 好 再答一點 再答一點 來 我問你喔 我們現在討論的是 加速度 加速度 說文解字 加速度叫做 加 加速度 所以一定跟這有關 沒錯 沒錯 好 好 那看字如何的有關係呢 其實很簡單 好 你會發現我把它位移 處理時間會變速度 對不對 那你會不會 想要再重複一件事情呢 我再處理一次時間 你說好嗎 我再把它處理一次時間 它就會再次變成 變成這樣 加速 好 但是我們怎麼寫呢 欸 我們寫的是 速度來處於時間 速度來處於時間 所以我們會怎麼寫 下面是Delta T 上面有一個速度 下面有一個Delta 我們上面也圖 它一個Delta 可以嗎 所以這一項 就是我們加速度呢 最基本最基本的 基本定義 這一定要記 這個一定要記 好 但是說明 這個Delta V 什麼意思呢 LiveJ 這個Delta的符號呢 說明一下 它的意義是一種差值的概念 就是說 你後來的狀態 跟原來的狀態差了多少 我想要知道這件事情 我就加一個Delta 好 那在整個數學的處理上面呢 其實你剛剛就已經看到了 只要有出現這個Delta 好 我一定是把後面的這個人 怎麼做處理 用後來的量 減掉什麼 原本的量 如果會 會疑是這樣子的話 速度呢 自然也會是如此 所以我這地方怎麼處理呢 同學 我用後速度 解掉 出速度 但是不要忘了速度是向量來的 每一個都要加向量 每一個都要加向量 可以嗎 當然你們在高一啊 大概只會處理所謂的 直線的 一圍空間的這個運動 可是你們以後如果到高二的話 要處理二圍空間的呢 這個向量處理就變得非常的重要 好不好 好 那下面就要處理什麼呢 自然就是寫Delta Delta 可以嗎 同學 那我要從這個公式呢 把等加速度動公式 三大公式全部推到數百公式 我們從這個地方開始出發 來 來 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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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這樣嗎 進入核心了喔 來 我現在要做一些數學處理 我把這個電塔T乘過來 可以嗎 不然這樣 這個電塔T乘過來 所以等號的右邊會變成什麼 等下我把這個乘過來 然後呢 兩頭東西呢 左右腳板 我會變成什麼 V末 減掉V初 會等於什麼 加速度X什麼 電塔T就是時間嘛 OK 所以姑且呢 就讓我直接寫一個T 可以嗎 它就是你的運動的一段時間 好不好 所以但是我一向不知道什麼東西呢 同學 你發現 破數會等於什麼 初速度 再加上加速度X時間 請問你這個公式 有沒有覺得有點熟悉啊 有沒有覺得有點熟悉 這不就是你們背過的等加速度 直線運動的什麼呢 一號公式 來 我不管你以前怎麼背的 現在 我的定義 它就是等加速運動的一號公式 一號公式 可以嗎 同學 好來 趕快跟上今天這兩課 非常重要 我要把進化全部交給你 好不好 好 那接著再來呢 我的二號公式 跟三號公式 又在哪裡呢 同學 好 在講二號公式之前呢 我們要先來呢 好 提醒一個概念 我們國中都學過 一個很重要的圖形 叫做VT圖 有沒有印象 對VT圖有聽過 有印象的 只要有印象的 你舉個手 我了解一下好不好 好 大家都有印象非常好 那我就可以呢 很快速的來切 來 VT圖什麼意思呢 VT圖的意思就是說 我把一個母體呢 好 他在這段時間 支持人力動的速度呢 每一秒鐘的大小 都把它記錄下來 好 比如說T.1的時候速度是1 T.2的時候速度是2 是諸如此類的 然後呢 再把它呢 呈現在我們的平面 坐標系上面 好不好 所以我們要舉幾個例子 第一個 如果是這種圖的話呢 縱軸叫V 橫軸叫T 舊叫VT圖 好不好 那我說 如果我現在的P圖長這樣子的話呢 我說我有一個速度 V 我這樣不知道什麼意思 我如果去從這個圖形去讀取我的運動狀態 這個運動狀態 叫做我在幹嘛 等速度 好不好 好吧 我們這邊都是速度 速度 都是等速度喔 OK OK 好 既然我是等速度 太棒了 把這邊加圖比起來 是等速度 好 那我連結事情 如果我想要知道我的T秒鐘 經過T秒鐘 走了多少的位移的話 怎麼從VT圖去得到這個訊息 找什麼記憶 非常好 找這塊電機對不對 但是我要提醒你 什麼叫做這一塊的面積 你不過都不見得有學好 我要提醒你 你不過老師一定要告訴你 就是說 同學們 VT圖的面積呢 就是位移喔 對不對 那什麼叫VT圖 的面積 VT圖 VT圖 真正的圖形是誰 我告訴你 所謂的圖形只有黃色這條線 白色這兩個叫什麼 兩個坐標種 虛線這條叫什麼 時間種 所以你要圍繞出一個像這樣的四邊形 至少要幾個軸 四個軸 一個是什麼 黃色的 直接我們描繪出來圖形 還有呢 兩軸跟時間軸 所以老師的說法是什麼呢 VT圖 曲面下的面積呢 就是我的圖形跟兩軸以及時間軸 包座圍繞出來的圖形練習 才是我們要的 好不好 你必須要懂到這一個層次喔 OK 好 那為什麼呢 有沒有告訴過你為什麼 你都只記得這個結果 那為什麼 如果說這一塊呢 叫做我的位移的話 為什麼 同學 來說明 好不好 來 同學 我們先從數學的角度來看 我要算出這塊面積的大小可以嗎 A R E A 寫大一點 來 A R E A 就是面積的意思 這塊面積如何來呈現呢 同學 我是不是用我的長乘以寬 這段長是多少 是T 這段寬這個寬是多少 是V 所以我可以寫說什麼 V乘以什麼 T 就是我這塊面積的表示 可是你不要忘記了 B叫速度 T叫時間 速度乘以時間的概念 郭家老師教過你們喔 有沒有 是什麼 速度乘以時間 就是距 距離喔 不是距人喔 雖然最近五十集已經出了 有人看到了嗎 五十集 五十集 還蠻精彩的 艾倫實在是太可怕了 竟然有這麼神奇的力量 我也好想要有 好 艾倫力量是什麼呢 他只要看誰不爽 誰就會被人圍起來 啊 超厲害的 太厲害了 好 有時候 這就是什麼 有時候你自己 你自己本身 你不一定要很強 可是你可以讓很多人呢 成為你的力量 這我們才是厲害 這我們才是厲害 好不好 好 來 所以你們發現呢 速度乘以時間 不就是距離嗎 那什麼叫做距離 就是我走了多少距離嘛 那我們到高中來講 這段距離 不就是我的什麼 移 位移嘛 所以我是不是得正的 我是不是得正的 這個呢 的確是我的什麼 位移 好不好 特別呢 幫你們做個說明 加強你們的印象 OK 好 這是一個基本說明 但是如果呢 第二個還是我們的動作 不好意思 我這個都多講 講 講 背背就好了 算了 講 講 好 看一下 多學一點好不好 多學一點 來同學 那如果我現在的獨行 是這樣子的話 怎麼辦呢 同學 看好了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怎麼辦 這個圖形什麼意思啊 BT圖 圖形換成這樣 來圖形再強調喔 給你這些圖形呢 你要能夠從圖形去解圖出 這個物體到底在做什麼運動 好 在做什麼運動 等加速非常好 好不好 來 加速一下 等 A 好 並且我知道呢 我一開始其實是有什麼的 出速度的 那我一樣 一樣想要知道什麼呢 我經過T馬鈴之後 我可以走多少的位移 那經過前面的许數 我已經知道了 我要算這段時間的位移的話 一定是算什麼面積 圖形跟兩軸 有沒有 圖形跟兩軸 以及時間軸 圍繞出來的面積才是我要的 所以現在這個面積是一個什麼型 工學 T型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算一下這塊面積是如何 是多少 好不好 工學請看 好 它會等於什麼呢 來請看工學 T型T型 面積怎麼算 上底加下底乘以高除以二 這個是郭小老師都教過我們的 上底在哪裡 這邊叫B0 下底是這一段 啊完了 老師這段多少 這段多少 欸沒給欸 沒給怎麼辦 沒關係我們看一下 欸這個點 這個點的這個數字呢 不就是我 站DT秒叫什麼 速度呢 這是一個末數 你就先把它寫B吧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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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這是上底B0 下底B 剛是多少 T 我可以寫了 可以寫了 同學 我可以寫什麼 初數 喔 上底是B0 加下底 乘以高 高是體 除以二同學 喔 好棒喔 老師 這個就是什麼 胃移嘛 太棒了 可是老師 不過前輩的胃移公式好像是長這樣 有背過這個公式的舉手了解一下嗎 有背過的 有些人有背過 有背過的話 那代表你國中遇到一個不錯的李華老師 好不好 不錯 這個其實是所謂的隱藏版的公式 一般人不會背 一般人不會背 但這是很好用的 所以呢 我們來解讀一下這公式在幹什麼 這公式告訴我們什麼事情呢 你只要確定Lobby是等加速度移動 你要賺他某一段時間的胃移的話 你只要把他的什麼呢 速度跟墨速度相加 再乘以呢 你的運動時間再出以二就是你的胃移 你會覺得這公式看起來還蠻好用的 對不對 對很好用 可是這樣不行啊 我們還是要把我們習慣的公式給變出來 怎麼辦呢 同學 其實很簡單嘛 老師這個是B 墨速的意思對不對 可是其實我們早就會啦 我們在這邊不是已經找出秘號公式了嗎 墨速就等於輸速度加AT嘛 所以你看到B就把它改寫成什麼 B0加AT 好不好 這邊有點小 是不是發行太大 你看到B就把它改寫成B0加AT 所以我們把等號拿下來 來B0擺得不動 看到B就把它改寫成什麼呢 B0加AT B0 可以嗎 一樣的才有時間 一樣的呢 B2 整理 同學 結束了 這個是位 來 跟上喔 跟上喔 同學請看喔 裡面一個B0 再加一個B0 加2B0 對不對 2B0 或是一個T 加2B0 2B0 T 除以2叫做B0 T 喔 有Feel囉 然後呢 B0部分結束 A1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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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你熟悉的2號公式 是否出現 是 好 所以呢 B0公式是這樣子來的 好嗎 好 那這個公式呢 我們會把它叫做所謂的 2.5 2.5號公式 2.5號公式 基本上這兩個呢 你最好都要會 最好都要會 好 老師讓你說 三號公式怎麼來呢 同學 三號公式怎麼來 三號公式的來法呢 基本上有兩個 一個手臂動學的角度來講 你基本上你只要把 一號公式 跟二號公式呢 把它連立起來 把時間給消掉 把時間給消掉 你就可以變成三號公式了 好不好 所以我們說有 一號公式跟二號公式 解連立 消去T 你就可以知道什麼 墨數的平方 會等於速度的平方 加上2AS 這是我的三號公式 好不好 這地方呢我不做推導 這個推導可能不會跑 你只要知道這個結果就好 那順帶一提呢 其實這個公式呢 它不只是在民眾學這個地方可以證明 這個公式其實相當好用 這個公式也可以從呢 你們以後 呃 高兵可能學不到 你可能要到高二 高二 學過一個東西叫做功能原理的時候呢 你也可以發現這個公式可以從能量的角度呢 去做一個推導 好不好 好 所以現在呢也不需要知道 OK 好 3-1介紹 3-1介紹 完畢 好不好 整理一下我們要解題了 好 那剩下的一些東西呢 為什麼題目呢 直接 直接來帶 為什麼題目直接來帶 好吧 來整理一下 好 直升準備 差一百 好了嗎 可以嗎 好了 直升上來差一百 好 唉 加油好不好 加油拍子 這一關最辛苦了啦 好 你把這一關好好塗好 學識就可以考了 好 學識就可以考了 真的 然後聽說學校最近要舉辦歌唱比賽 齁 有興趣的人可以多多參加 好 蠻好玩的 唉 沒關係 差不多沒關係 齁 辛苦你了 好 謝謝 謝謝 好 這個查一下 查一下 好 準備好 我們又開始解題了 做好準備了嗎 做好準備了 好不好 好 老師 昨天比較晚睡一點 因為昨天呢 很晚的時候 突然發現 火影忍者跟新人 所以我就看了一下 發展感覺快要完結別的感覺 有點哀傷 好 現在演到 演到 演到 名人跟佐助呢 就是 手牽手 吸聯繫 共同來對抗呢 萬惡的思維 好 好 沒事沒事 讀書很好 先讀書 好 先讀書 來 趕快解題了 同學 輕易看到三十頁 我們來看一下 精選番禮一 來很簡單的 來加速同學 我們要解快一點了 塔塔西還沒死啊 反正死了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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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死了 那叫繪圖吧 繪圖轉身 繪圖轉身 國文要小心喔 繪圖轉身 好啊 死了都沒關係 反正小生出來就好 好好 來 小兵沿著周長四百公尺的超廠跑步 來同學 這個超廠是長這樣的 好 這樣超廠兩邊呢 是兩個半圓 可以嗎 大概畫一下就好了 OK 這個周長是四百公尺 他從A點同學 A點在這邊 這一題應該還沒講吧 這有講過嗎 沒有 沒有 講過還跟我講 不要浪費時間 因為太多班 我也記不清楚 他從A出發 同學 然後呢 跑了兩圈半 兩圈半 劃線 到達B點 共花兩百秒 這什麼意思 第一個問路進場 第二個問位 太簡單了 來 兩圈半 同學 看好了 一圈 兩圈 再跑半圈 來到B點 對不對 請問你 他的路進場走的多少 一圈四百 會走的2.5圈嗎 好無聊 結束 位移呢 同學 不要忘記了 位移叫做什麼呢 起點 指向終點的直線距離 起點在哪裡 A點 終點在哪裡 在B點 我的位移 再一次 那這算多少 聽不懂我講 有 他主情有畫給你 這算是60 結束 那如果你要算呢 速度的話怎麼辦 把位移 注意什麼 時間 就好了 算速率呢 把路進場注意什麼 時間 就好了 好不好 不要浪費時間 放過來 三十一頁 蛤 什麼東西 方向嗎 好 來 沒錯 注意要提醒你 位移是有方向性的 所以除非他很明確的講師問你 位移的量子或大小的話 你才可以直接指給數字 否則的話呢 你必須還要把方向交代給他 很明顯的呢 你在方向向哪 這個是什麼 南方 我是向南 好不好 所以在算位移的時候呢 方向性要特別特別的注意 可以嗎 好來看三十一頁 趕快同學 GOGOGO B提2 好 題目很多啦 老師只能盡量解啦 很多時候呢 你必須要多花些時間去練習 好不好 特別我們的講義後面都有解答跟詳解 你一定要呢 搭配著使用 來這裡說什麼呢 有一個人呢 上山就像我們每天做的事情一樣 好 他說他上山的P 平均速率叫做四 下山的平均速率叫做六 來畫個簡單的詩意圖吧 那有一座三在這裡 這是一座三 合理吧 三 有一個人呢 在這裡 開心 好不好 好 我要爬山 好 他說啊 他上山的平均速率 我覺得 好 上山的平均速率叫做四 下山呢 下山呢 下山的六 好不好 這個我做這個叫做什麼 B率 B率 上 這個叫做什麼 來這邊說明一下齁 有點小 大家頂一下 四呢 叫做B率上 B率上就是上山的速率 你會發現上面呢 加一痕 這個有講過了吧 這什麼意思 平均的意思 這個有沒有講過 沒講過現在聽 可以嗎 加一痕叫平均的意思 OK 他只給我們這樣的線索 就沒有了 則他問我們什麼 往反 你看 把我反正發現 平均速率是多少 好 平均速度的量子 又會是多少 怎麼 怎麼辦 怎麼 怎麼辦 同學 來我教你簡單的解法 我教你簡單一點的解法 好不好 來第一小題 我們先看 如果是問平均速度的話 同學 請問你 我上山總要下山回來原樹吧 既然我回到原樹了 這暗示什麼事情呢 我的起點跟終點是同一個點 則我的位移呢 畢定是多少 非常好 所以位移是零 所以我關鍵的時間是多少 其實對我來講一點都很重要 我就是 平均速度就是零 就是零 來第二小題答輕號 隨便 這種小事情 就改一下就好了嗎 這樣就好了嗎 好 謝謝你 來 那如果我要問速率的話 怎麼辦 然後速率打輕號 你要怎麼做 那我跟你講正統的解法是什麼 好不好 正統的解法呢 就是請你假設 我的路程啊 一趟叫做L 一趟叫做L 拿去算有的沒有的 可是呢 這樣子解法 算是初階啦 可是考試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做 會比較好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蛤 還是 我告訴你 就直接假設它是12 假設它是12公尺 可以嗎 好不好 因為它的數據是用公式 你就假設它是12公尺 只是說呢 我們去找一個好用的數字 你知道嗎 寫起來的時候 你的這個數字會比較快速 比較漂亮 好不好 來什麼意思呢 同學 既然你要寫的 你要算的叫做平均數率 平均數率的定義是什麼 還記得嗎 路徑長處理你的運動時間 對不對 好 那現在很明顯喔 同學 我是不是講是12公尺了嗎 那我上山一趟 下來一趟 總共有多少 12加12 18 好 那你的時間呢 應該跟著兩個來討論喔 一個是什麼 上山所花的時間 再加上什麼 下山所花的時間 可是同學 上山這邊在哪裡呢 太簡單了 同學 你自己看 如果我的一趟叫12公尺 同學 我有12公尺 我的速度是4 請問你我要花幾秒鐘的時間 才可以走完啊 幾秒 這個不會嗎 我有12公尺 我上山的速度叫做4 距離除以速率 數理 距離除以速度 或者說距離除以速度 都可以 就是取出這個量子 就是什麼 時間 同理呢 踢下會是多少 12除以多少 6 叫做2秒 結束了沒有 結束了 12加12加24 踢上加踢下 3加2叫做 算在多少 4.8 結束了 這是最快的速度 好 好 當然你也可以寫L啦 同學 我這地方稍微提醒一下好了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 老實這樣寫好像偷失誤 你紮實 對不對 沒關係我給你紮實 來 好 這個會了之後呢 我們再回過頭講 基本功是怎麼做的 我一開始都講這L嗎 所以看到12就要改成什麼 看到12就改成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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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帶進來 所以踢上就用這個帶 踢下就用這個帶 到時候你會發現這個L是多少 哥們怎麼樣 不重要 為什麼 上下偷偷偷 直接消掉 好不好 OK 這個做法是這樣 接受 OK 整理一下 好翻過來 再來一點 來放第3 同學 放第3我給你 30秒 這一題呢 很簡單的基礎題 給你練習一下 那我要講翻第4 我先畫圖 先看一下分第3 三條 一開 四個 一開 二開 四個 二開 十分 三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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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開 三開 四個 三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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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同學,請問你發現人家要選什麼答案? 選A喔,選A喔,好不好? 我開公車的時候呢,我的速度是向前進的 可是呢,前面有障礙路,有一個老人要過了 我要幹嘛?撞上去嗎? 怎麼可以呢? 我們必須要踩煞車嘛 那我速度向前,此時呢,我乍車一踩下去,會產生一個加速度 這個加速度一定是要阻止我,還是幫助我 此時是要阻止我的 那你要怎樣才能阻止我的呢? 方向後會怎麼樣? 想反才行,好不好?這是很基本的概念 OK,好,那我們接著呢,可以接受的話,我們可以看一下第四題 溜溜球,有沒有人玩過? 溜溜球好像會玩得很厲害,那個花式的 千變萬化,非常的厲害 但是我覺得溜溜球呢,是所謂的西方的扯鈴 它跟原理跟扯鈴,其實是如出於側的 差不多的概念 略有不同,可是很像 來看什麼呢?溜溜球以每秒一公尺的速率呢? 然後呢,經過兩秒鐘之後,再次回到手上 再次回到手上 這個速度呢 也叫做1 也叫做1 只要看過我們說 如果 x 叫做平均速度 y 叫做平均加速度的話 個比會是多少? 我們選 來,我們先看 x 是什麼? x 是所謂的平均速度 好不好,先慢一點 x 是所謂的平均速度 平均速度 平均速度 來,平均速度的定義是什麼? x 比均速度 x 比均速度 我溜溜球一丟下去 溜球都玩過 繩子一甩,然後一抽 它是用不到我手上 所以溜溜球可以拿來當那個 把持續玩過 然後是老師的同學 是老師的同學 不是我 老師的同學 所以幹嘛? 他溜溜球這樣一丟 打到你的之後 然後把溜球收回來 然後就跑了 你有沒有有過重人? 有過重人嗎? 蛤? 有沒有有過重人? 騎羊也是這麼玩的 對不對? 獵人嘛 好 對不對 所以這是一個武器 這是一個武器 你知道嗎? 好,來 來 可是我最終的 就是幹嘛呢? 回到我的手上了 所以呢 我的起點 跟我的什麼點 同學 終點是不是又重合了啊? 所以我此時的 位移是有什麼? 位移根本是比嘛 所以平均速度要不要算 沒有 根本是 好不好 我們來算平均加速度 同學 來,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要對加速度的定義非常熟悉了喔 好,加速度的基本定義是什麼呢? 同學 DELTA T分之 DELTA V 好不好 時間之內的速度變化量 時間之內的速度變化量 好,那你出來找數字帶啦 同學 請看 我現在時間叫幾秒? 兩秒 那我的DELTA V是多少? DELTA V不是末數減初數嗎? 同學 末數是1 初速度也是1嘛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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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忘记了,速度是什么量 向量 这个速度,初速度是向下 这个初速度是向上,哪个方向不一样 符号是不是要考虑一下 如果一个是正的 另一个就一定是什么 那你到底要假设谁是正的 我告诉你,没有差 随便 总之呢,要不向上正 要不向下正 好不好,但是一个原则 如果你这一集里面的向量 听我哦 如果你这一集里面的向量 比如说有三个是方向向下 一个是方向向上 你就把哪一个方向设做是正 你就把向下设做是正 为什么,你就三个正才一个符 因为我们不喜欢符号 而且不了解 那现在都有一个话就随便了 好不好,那我们就设什么 我们就设向上为正好了 向下为符 可以吗 好,所以呢,我们就把正符号加进来 向上为正,末数向上它是正 向下为符,初数向下它是符 好,所以我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写呢 末数减初数,我们就要用正一 减加多少,负一 这样才对 而且不了解 OK,再经过整理呢 一减负一交由二二,所有就是第一减一 这才是我加速度的量子 真实的结果 OK 好,说明一下 来 我们现在呢,我们讲到第几页了 三十二页了 三十二页讲完咯 同学,我们胜没几题3C就要结束咯 OK 我们礼拜五有没有课 没有 下一次是礼拜一了 礼拜一两堂课 对不对 好,我们一堂会考第三章 好不好 然后另外一堂呢,做总检讨 好,那老师必须说 这个作用很关键 如果你有任何观念还不懂的话 赶快去看影片 好不好 不管是新的或旧的影片 你只要看这个标题内容 是一致的,你就可以看 那虽然说呢 以前的影片用的书 跟现在的书 可能不见得一样 但是有没有影响 我告诉你没有影响 因为观念都是一样的 好不好 你有新的人呢 真的想要进步的人 那你就会做这件事情 老师能给你的资源 全部都给你了 懂得用啊 你就可以转化成你自己的功力跟实力 那你不用的话 好 赞跑的东西 对你而言呢 也是跟垃圾没有什么概念 好,OK 讲课 报告 报告 教务处教学组广播 请有参加联合杯作文比赛的同学注意 请你现在听到广播以后 到教务处填写你的 请不吝点赞